關心到影響時間會多長呢 其實就會一直到星期五 而且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受到颱風的影響了 我們來看到雷達會波圖 可以發現呢 它的外圍環流的雨帶 其實已經開始甩進台灣來囉 我們現在降雨呢 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呢就是在北部的山區 另外一個就是在宜花地區 以這個小時的時雨量來說 最多的地方呢 是在台北大屯山 它是有15毫米 但是這個大屯山的 它降雨呢 就是我們說的 東北氣風所帶來的水氣 不過我們要來看看 這一個小時 還有一個地方 時雨量也增加了 就是在宜蘭的南澳地區 宜蘭的南澳地區呢 它這個小時時雨量 也是有15毫米 而宜蘭南澳 它這個15毫米呢 它其實就是台風的 外圍環流所帶來的水氣 而且不只是宜蘭南澳 包含了像是在花蓮富里呢 也是有將近 13毫米的時雨量 所以要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受到了 這個康瑞颱風的影響 先是外圍環流 那在晚間深夜的時候呢 就會是它的暴風圈 就會垢到陸地上了 那也確實我們剛剛看到了 很多防災的這個畫面 因為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其實它真的逐漸 就要靠近台灣 我們從前世預測圖來帶大家了解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說 這個颱風真的會為台灣 帶來狂風好雨 幾個數據要告訴大家 就是它的近中心風速呢 是每秒53公尺 它是一個強烈的颱風 除此之外 來看到它的7級暴風圈 半徑的320公里 這範圍是相當的廣 所以當它登陸到台灣來的時候 其實幾乎整個台灣 都會籠罩到它的暴風圈 而且如果以現在的路徑來看 它會是在台東登陸 台東登陸 除了這個7級暴風圈半徑 是有這個320公里之外 要告訴大家的是 它的10級暴風圈 也就是它的這個 會有刮起10級強震風的 這個暴風圈有120公里 代表的就是它如果 從台東登陸的話 整個花蓮還有宜蘭 不只是雨會很大 風也會相當大 好 我剛剛也特別問了一下顧問 因為很多人都想說 10級風暴風圈半徑120公里 是不是很常見呢 但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今年歷經了幾個颱風 就算有登陸的 10級風暴風圈的半徑 可能都只有30或者是50公里 這一次它的暴風圈 10級的暴風圈半徑 是有到120公里 所以等於整個範圍 是又擴大了一倍 我們才會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颱風 不只是雨會很明顯 風也是會比過去幾個颱風 來得更加的劇烈 可以說真的是會為台灣 尤其是東半部地區還有北部地區 帶來狂風好雨 我們就要從衛星圖 帶你來看看這個颱風 可以看到它是真的非常的渾圓 暴風圈確實是非常的廣 颱風影也非常清新可見 渾圓之外 其實它的結構也是相當扎實的 現在它的外圍環流 是已經開始在影響台灣 所以當然隨著時間更晚 它越靠近台灣 我們的風雨就會更加的明顯 我們先從風來提醒大家 因為在登陸前的風浪 都是不容小覷的 以浪的部分來看 可以發現其實在沿海地區 是會有6到10米的浪高 另外風的部分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了 因為恐怕是會有15到17級的強震風 而且就現在來說 在蘭嶼也已經有觀測到 15級的強震風 綠島還有澎湖 滿洲 同樣也都是有11級的強震風 所以登陸前的風力預估 其實在整個沿海地區 都會有10到12級 甚至在離島地區 是會有15到17級的強震風 提醒大家 尤其是北部地區 前幾次的颱風的風 可能還沒有感受上很明顯 但這一次真的是要嚴加戒備 有放在陽台的東西 在高處的東西 真的要把它收進屋內 最後則是降雨的部分 降雨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以6個小時的 要來提醒大家 在今天下半天的時候 像你看到宜蘭跟花蓮 現在雨是已經開始要明顯起來了 也確實從現在一直到8點 整個降雨都會是在北部地區 還有宜蘭跟花蓮 今天晚間的8點 到明天凌晨2點 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它的暴風圈 已經接觸到我們台灣陸地的時候了 同樣降雨都還是持續累積在宜蘭地區 花蓮的雨量也會開始多起來 還有北北基地區 另外明天的凌晨2點到明天早上8點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降雨 是不斷的持續在下 而且也不排除有的時候會是強降雨 要提醒宜蘭花蓮還有台東地區 會是這樣子整個6個小時 幾乎都是不間斷的在下雨 雨量是會一直累積下去的 那在明天的早上8點到下午2點來說 其實時間我們看到 在這個東曼部地區也都會是持續受到影響 另外就是在北部地區 還有就是在桃園以北的雨量 也會明顯增加 因為明天會是降雨最劇烈的時候 但這一次預估還是會影響到星期五 所以要提醒大家要做好方胎準備 好 觀眾 這種康瑞颱風 其實現在是不斷的進兵 尤其我們現在在台北市 其實雨勢是一陣陣 但是風勢其實越來越強烈 尤其在下午5點多的時候 整個台北可能就會納入整個路上警戒範圍 我們現在在的是大稻城的貨櫃市集 其實也就是大稻城碼頭 所以我們要特別帶你看到 透過我們鏡頭可以看到 現在其實大稻城貨櫃市集 這邊的腳踏車租借站 其實廠商也請來了這個堆高機 趕快的要把貨櫃來撤離 也就是說要撤除整個這個岸邊 而且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後方其實也是一些貨櫃市集 那麼其實也有很多攤商 都趕快的趁這整個堤房關閉之前 趕快來整理他們的這個攤商 因為其實要趕快趁這個關門之前 趕快來撤離 那麼其實在今天台北市也宣布了 看到這邊其實大稻城這邊碼頭 通常都是會有這個停車場的這邊 那麼其實今天台北市也宣布了 在下午4點的時候就要來實施止出不進 而且晚上8點就要來這個進行脫掉 那麼到晚上10點呢 就會來進行一個關閉水門 那麼其實這一回呢 為什麼會移到這個晚上10點才來關閉 其實是有建於上一回這個內湖 系止塞車塞到爆炸 所以其實蔣萬有特別說了 其實如果這個是天氣可行的話 那麼就會避開整個尖峰時段 所以特別看到呢 其實現在整個大稻城的貨櫃市集 還有包括了大稻城的這個碼頭這邊 其實呢都已經在做這個撤離的作業 那麼剛剛我們也其實詢問到了攤商 他們也說其實他們要來撤離 其實都是要花自己的錢 那麼其實每一回颱風來 對他們來說損失也非常慘重 以上下午最新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換棚內 好的就在下午 嚴城區的立體停車場 已經出現了排隊的車潮 那麼也就是代表說 整個立體停車場幾百個停車位 目前都已經是客滿的狀況 沒有辦法來進入 不過這些車主呢還是不死心 開始提早就來這裡進行排隊 最主要就是預防呢 明天如果康瑞颱風真的 清洗進來的話 擔心自己的車子呢 就不會受到損害 那麼其實在凱米颱風的時候 高雄有出現許多的泡水車 那麼在三坨颱風的時候呢 雖然泡水車是減少了 不過有更多的車輛呢 則是被露宿 或者是呢被吹飛的鐵皮 這些東西給撞壞了 也因此只要是家裡 沒有辦法停到停車場裡頭的車輛 是停在戶外的車輛 那這時候紛紛都來找立體停車場 想要來就地呢 來進行讓愛車能夠安全的停放 不過可以看到呢 其實高雄的立體停車場 數量並不是太多 因為立體停車的有好處就是 不怕淹水 同時呢也不怕飛來的 這一些路數倒塌 或者是鐵皮來砸傷 因此大家紛紛是搶到這裡來搶一個位置 那麼也提醒民眾呢 颱風明天清洗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 在高雄這一邊呢 請將你的愛車呢 好好來停放 市長陳其邁也特別呼籲 盡量不要停靠在有行道樹的附近 避免自己的愛車 到時候受損很難申請到賠償 哈囉 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新北野柳的漁港附近 可以看到呢 我後方就是有一輛非常巨大的貨輪 就這樣停滯在這個野柳的外海上面 可以看到呢 它距離野柳的暗季是非常非常近的 而其實從昨天早上11點的時候 船隻出海的時候 因為風浪太強 再加上颱風的影響 還有東北季風共半騷印的關係 因此呢 船隻是無法前行 就持續的滯留在這個野柳漁港上面 原本呢是距離0.6海里 不過現在呢 持續被這個大風大浪推進 已經剩不到一公里的距離 非常的靠近野柳的漁港 目前也是因為 它一開始的時候呢 船長是有將這個船隻給定卯在原地 不過呢 現在據說好像是已經出現了流氓的情形 船隻因此才會不斷的被推進 不過現在呢 非常靠近這個野柳的暗季 非常多民眾就非常的擔心 再加上呢 現在非常有可能會 上面的機油 或者是一些零件可能會散落在這個海面上 造成環境污染 因此相關單位也是 趕快來到這裡要會堪 要確認這個船隻損壞的情形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目前我看起來的判斷 現在已經苛塵了 我會往邊 應該我的判斷 明天 跟明天就會沉下去了 就是怕雞油漏出來 會危害這個海邊的環境 目前這艘貨輪是非常的靠近野柳 漁港距離就不到一公里的距離 因此呢 現在非常多民眾就很擔心船隻可能會碰到 這個觸礁有可能會撞上岸邊 因此呢 那我也是趕快來這裡要來做勘察 希望船 要想想辦法看這個船隻到底該怎麼處理 也像是目前最新情形 將時間鏡頭交換棚內